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5月9日 今天看到万维网发表了一篇文章 讲到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近况 说是崔永元惹上了官司 什么官司呢 崔永元参股了一家企业 占35%的股份 叫三杂树食品有限公司 这家公司呢 因为这个民事纠纷被限制消费令 那么据大陆媒体5月8号报道的 中国企业查询软件天眼查 APP显示5月6号三杂树 食品有限公司新增一项限制消费令 那么限制对象为该公司 及法定代表人 一个是吴英龙 一个是这个崔永元 据说崔永元占35% 吴英龙占65% 那就等于崔永元就是 这个主要是挂名吧 吴英龙在经营 对吧 这个因为崔永元 他的知名度高 这是一家创办在2016年的生态 农业公司 那么这种纠纷 应该讲都是常见的 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崔永元 这个得罪了很多人 有没有可能有政治背景 很难讲啊 那么本人认为啊 崔永元他现在是在中共这个新的权贵眼里啊 属于这个不听话的孩子啊 习近平喜欢听话的孩子 对那些经常喜欢这个挑刺啊 这个记录生活当中矛盾的媒体人士啊 习近平是分外警惕啊 所以说他这个团队啊 对崔永元这种人肯定是不喜欢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崔永元这样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一直以来啊 崔永元就是以感言而组成 比较政治 敢于讲真话 在以前办那个 视网电视台媒体这个 诗话诗首当中 我就经常 这个讲的话 这个领导部宗庭啊 那么2018年 这个崔永元 曾经揭发了这个 以范冰冰为主的啊 冯小刚啊 这个刘振云等 他们这个圈子里的啊 关于这个阴阳合同的现象 当时引发了这个 娱乐圈的这个查碎风暴 这个范冰冰一下损失了 这个就是818啊 还是616记不清了 反正是这个伤到了人的利益了 那肯定是这个娱乐圈的人呢 对这个崔永元 大多是挺警惕的 那么2018年 这个崔永元 又和最高法院王林青 法官联手揭发这个 陕西千亿矿权案 之后遭到了中共当局的封杀 你想那个案呢 也是想借助 从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啊 因为当时这个中共权贵们啊 中南海的权贵 想查着赵正勇的一些事 那么可能有些人就鼓动这个崔永元 找一个切入点啊 想这个 揭开这个内幕啊 结果后来这个案子呢 因为涉及到民营企业利益的问题 崔永元在这个事上栽了梗头了啊 那肯定是王林青和崔永元讲的真的 这点毋庸置疑的 但是中国的司法 它是不独立的 党管司法 谁说了算 那是讲政治不讲证据 就看谁管大 那肯定最后还是习近平团队表态 不想就说 在这个问题上 这个倾向于崔永元啊 所以这个王林青当了提死鬼 提罪羊了 崔永元也招致了这个 一段时间的封杀啊 所以这个2020年的8月份啊 这个推特当时就有个叫浩哥 发布了一个崔永元的这个短的视频显示呢 他被当局限制自由了 那肯定限制自由 因为大家都知道崔永元在 中央电财工作的期间 接触的人很多呀 特别正洁的人 他有一次在这个 呃 视频当中赞美这个温家宝啊 说温家宝特别亲民 呃 有一次拍照的时候 大家都站好了 站好队伍啊 崔永元站在后排 这个温家宝还主动的伸出胳膊来 还问他 你的病好了吗 说因为崔永元这个 失眠啊 身体有毛病 精神压力太大 因为中央电视台我有很多朋友 我和崔永元没见过面 但我见过一些啊 呃 甚至有一些和我交往都是 在过去那年代 还是比较紧密的 我要讲什么 在那个圈子里 呃 外界展示都是光线的一面 其实内幕是非常黑暗的 也是非常的令人感到就是 呃 惊讶的 就少见多怪嘛 你实际上在那个圈子里混 你就知道那里有多么的这个不堪啊 所以说这个呃 记者编辑们凑到一起经常讲这些事啊 但是那个年代 你私下讲一讲 公开是不能去披露 披露就出事啊 即使官方允许你披露 你披露完以后也得罪 呃 朋友们 同事们 就没有 没有业内人是愿意这样做的 这是一个通病啊 那么肯定是 他讲温家宝这个事 呃 说者无疑听者有心的 有些人听就不舒服了 对不对 你说温家宝好呢 我比官温家宝官还大 我不好吗 温家宝亲民 我不亲民吗 温家宝呃 这个故意过去和你打招呼 和你握手 没 那我没黎民 你就对我不好吗 说他肯定是个人想法不一样了 所以他他讲的话是大忌啊 对于中共极权统治来讲 那吓坏了 因为什么这个 这个崔永元他 呃 如果有了话语权的话 话语权之后啊 像他这样的人 呃 大胃啊 知道人太多了 就所以说他担心中共 这些当官担心 崔永元再讲出更多的啊 中共的丑闻啊 我相信他如果都讲出来 呃 主统盗斗的话 他比郭文贵治的事多多了 是不是 呃 那些黑暗的事要讲出来 那是 就可以这样讲吧 是很吓人的 因此这个中共肯定是不会让他出国啊 除非他自己呃 私下的跑出去 你想正常是不可能的 包括不光是他 就中央电视台那些呃 主持人呢 呃 知道事多的经常陪领导外处理 那都通通是被限制处境的 这个肯定是 安全部也好 国安部啊 都有人想着这个事 马屁精都想着这个事 所以说崔永元 这个据说后来 呃 崔永元自己讲过 他说他 北京限制他 无法出国治病 人家不是怕他治病 是怕他治病 或不回来 这是关键的 一旦不回来以后 那就可以放开讲了 那 那个事就麻烦大了 呃 所以这个 当官都是这样 一边做恶事 一边怕别人说 一边撒谎 这个是一个就是怪犬 没有办法 呃 那么崔永元就有一段时间 曾经讲的时候 我一周要不出事 不出现 就是有事了 其实有事 他一点办法没有啊 因为中共捏死一个 呃 大胃啊 也是不当回事 蚂蚁一样啊 那么三天以后 就8月11号啊 说是崔永元 疑似药物中毒 进入抢救室了 我估计叫人下毒了 呃 下毒当然那个毒可能毒性低一点 是吧 不敢给他干死 呃 让他感到恐惧啊 有种有这种可能性啊 后来崔永元有些短视频就被删除了 呃 中共太害怕了 主要怕他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都谁 这些人晚上睡不着觉 如果说你做了很多坏事 崔永元知道 每个人都会这样 这也没什么奇怪的 呃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中共这个政治体制太吓人了啊 那么说崔永元这个 这次是呃 出这个事啊 关于经济纠纷呢 我不是太了解啊 我第一次听说 还有个公司叫三杂树啊 我很不理解 像崔永元这样 呃 最好就不要做生意了 做生意他不可能让你做 你想呃 经常揭法检举批评这些当官的和一些敏感人士 你不用当官的 你得罪那些导演大版导演 那导演的手眼通天 因为中国这个媒体啊 这个包括电视剧制作 都是独家经营 别无分店的 就那么多的人 那些人既是编剧 又是导演 又是演员 其实也是官 什么官 呃 只有他这个有有这个表演权啊 有话语权 呃 其他人们有这个权利 他不像美国加拿大 你想表演 你想写剧本 你想拍电视电影随便拍 只要你有本事就拍 在中国不是的 只有他们那些人可以拍 呃 既是党员 又是什么政协委员 其实就是个中共 呃 当官的勾结好了 作为一个交换条件 我让你在这个领域里充分发展 但是你必须得讲我好 拥护我 所以为什么你看那些媒体 呃 放的电视剧啊 电影什么都是忽别乱造 吹捧执政党 他其实就是一种肮脏的交易 你给我利益 我给你话语权 然后我 你的手好 所以说你得罪不起那些 大的导演员呢 呃 演员你不要小瞧 尤其是漂亮演员 在和领导上床 呃 运动 那更厉害了 那 操控这个呃 领导啊 利用权和 心和权力结合 呃 呃 毁掉一个人很简单 所以说 这个像 崔永元的情况 你既然 他既然是敢于直言啊 批评生活当中 不回避矛盾 得罪人了 你要如果办生意 那别人肯定盯着你 而且你做生意 任何人做生意 不可能没有官商购接啊 你都要求当官的嘛 是不是 职权部门 给你优惠政策 呃 他要是不给你优惠政策 还整你 那你就根本做不成生意 做不大 呃 所以这个 他这个三杂数 视频演员公司 我认为啊 肯定是 呃 风头浪尖上 人整你 也是带着官典来了 呃 你既然不是 批评别人吗 你这么干净吗 我叫你干净干净 因为中国这个社会 做生意 就是一个什么 水质清 则物鱼啊 就是一滩死水 浑水 就是一个臭水沟 呃 你在那里染得越臭 呃 你越容易发家致富 是不是啊 呃 所以这个 他对他来讲 是个不是个好的生存环境啊 呃 因此他这个 5月6号 假如他说山楂树 食品真的被人擦了 我认为啊 这个责任就在什么 就是主要是中国的 这个政治体制 党管一切啊 党什么都管 你想党看你不顺眼 党下个令 那你就给你整的 那是 这次没有办法啊 没有讲理的地方 即使他整错了 明明是打击爆 你没有任何办法去反抗啊 这老老实实的束手就擒 所以这件事情 对于崔永元来讲 是很痛苦的 总之我认为崔永元 最了不起的啊 业内的 呃 这样个感言人士啊 感言必须付出 毕竟 必定要付出代价啊 这一点在中国这个 舆论场上已经成了通病啊 那么 这个最后再次啊 就是表示关切这个崔永元 但愿他们就平平安安啊 那么今天的海外期谈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